因為瓷它的底是白色 對 然後我想要凸顯瓷它的一個 的一個特性 跟它原本純粹的一個質感 所以我用的一個 釉材都是比較偏淡材系的 因為它可以襯托出瓷土它的底色這樣子 然後因為淡材 它很容易會讓我們想到的就是 它其實沒有任何的殺傷力 但是它是很容易讓我們去閱讀的 很容易會烙印在我們心裡的 就像是悲傷 它其實不是一夕之間 讓我非常的傷痛欲絕 而是一點一滴的累積這樣 因為我喜歡使用的元素 就是比較偏甜的元素 那你們可以看到這邊有一些作品 像這是來自於糖果屋 就是用一些比較甜的包裝 來去包裝一個生命故事 但是表面上看是它是很甜的 但其實它是悲傷的 它是有故事的 對 所以裡面的一個小孩 他是特別是睜眼 有點是在說我童年的我自己 然後底下 底下有一些像冰的一些質感 這些就是有點像眼淚的 的感覺這樣子 我喜歡挑戰 就是越不可以控制的東西 我越想要去征服它 了解 就像是詞它本身是非常難做的 是 但是因為我有一個比較想挑戰的一個心態 所以它其實詞的個性跟我自己也很像 就是比較細膩 比較線細 但是在成型之後它是非常堅硬的 所以我覺得這樣子的 非常符合我個性的一個材料 在我使用它的時候會有一種 好像跟我合而為一的感覺這樣 我覺得當我選擇我要 我大學要選擇美術系 我就 注定了 我就覺得我一定要以這種相關的一個 工作為主 那其實當時也沒有覺得說 我一定要做一個專職藝術家 是到了 上了研究所後 因為我覺得我所學的科系 跟我所 所知道的 或是老師所教導的這些知識 其實我覺得都 很像是一個藝術家養成的 標籤 的一個路線 是 對 所以自然而然 就是會在畢業的時候 就會想要走上這條路這樣